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正面回应 表示日本正在考虑有关贷款申请 同时日本也将在月底派出一支铁道专家勘察队伍访问我国 实地考察贷款支援大马新建铁路的可行性 另外目前在日本进行官房的首相马哈迪 昨天获得驻波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之后 今天也获得日本名人天王授予最高荣誉宣章 一等同花大授章 肯定和表扬他在加强马日关系所做出的贡献 据知马哈迪是第三位获得该项殊荣的亚洲国家领袖 另外两人分别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以及印度前总理曼莫汉星 这就有ENDB的最新消息 美国司法部表示计划寻求泰国政府合作 以找回跟ENDB有关联的珠宝 而有关的珠宝相信已经给了刘特佐的母亲吴玉佑 根据当今大马报道 这些珠宝包括一对钻石耳环 以及配对的一枚钻戒 美国司法部上个星期五 已经向法庭露饼有关的申请 一旦完成向泰国政府的咨询工作之后 他们将提供泰国当局一份针对珠宝的 民事诉讼案件的充公文件 以展开有关的充公行动 换个焦点 一个李宗伟从台湾回来之后久未露面 在家中休养 未来动向一直备受关注 针对此事 大马俞总会长诺萨今天表示 李宗伟后天将联合俞总召开新闻发布会 交代未来的去向 李宗伟到底会继续留在雨潭 还是从此退出呢 相信到时候自有揭晓 最后来看 蓝简英日前猝死家中 他的身后事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之前香港演艺人协会主席 古天乐曾经表示 会尽力帮助处理他的后事 无论如何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蓝简英家人已经婉拒这番好意 原因是不想举行隆重的丧礼 希望后事一切从简 不过据之 蓝简英已经是天主教徒 他所属的教会将会在这个星期五 为他举行追思弥撒 让他早日安息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